1月2日有网友晒出天津德云社相声春晚彩排视频 视频中德云社刘晓婷 养九郎已经抵达现场 现场也有不少粉丝纷纷向刘晓婷养九郎拜年 祝愿新年快乐 听到粉丝的祝福 两人随后也转身向粉丝们一边道谢一边 向粉丝鞠躬还礼 不得不说德云社演员的教养是真的好 虽然很冷也不忘感谢现场粉丝的祝福 看到两人的鞠躬还礼 也让不少网友感觉到好笑 有网友表示这都是什么姿势 看起来就像夫妻对拜一样 还有网友看到养九郎的穿着不由的感叹 这是当下最流行的穿着吗 一边穿着马甲 一边戴着狗皮帽子 这是冷还是不冷啊 估计只有养九郎本人才知道了 如今天津德云社相声春晚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每一年可以说都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看到养九郎和刘晓婷先到 而其他演员并未透露消息 也让不少网友纷纷猜测今年的天津相声春晚会有哪些德云社演员参加 据悉张云雷因为当期的原因 估计是再次无缘天津相声春晚 而张九南也因为个人原因将无缘参加今年天津春晚的录制 但据李九重透露在近期将会空降小剧场 当然是不是真的并不知道 毕竟相声演员的嘴里哪有实话啊 张九南也是我师哥 他们俩是原来的搭的 对 现在也是特别的火 据说也要开专场了 哎呀要开专场了 哎呀就跟我一说 相声演员的嘴里哪有实话 就是觉得是实话 但是我愿意他们俩拍专场 愿意这么好啊 也不是说光是愿意他们俩好 因为张九南私底下承诺给我一个阻演 下演员都是这样的 聚在一块儿 大伙集死广义 聊一聊 聊聊一篇 对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欠我一个参演专场的处演你还知道吗 你还记得吗 张九南说 没有说放假欠机会拿着啊 我说这两篇忙我的事了 你们再说 然后我说 那你给我看到我这个图 咱们集死广义 我说你就说你给我一个阻演吗 来给威姐姐 不是 咱先弄我 我说给不给助演 他说兄弟我说不算是得问鸾哥 我说你给他送礼啊 你送完了你就休了算了 当然除了不能参加的 天津相声春晚少不了少班主郭其林的参加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跟颜鹤翔一起合体说相声 再加上德云社的顶流 秦潇贤 孟贺堂 张九龄 王九龙 烧饼 估计这几位是不会缺席相声春晚的录制 除此之外 呼声最高的怕是靳赫兰珠贺松了 在前几年都是在观众席上鼓掌的两位 估计今年有望在台上接受观众们的掌声 当然这也只是猜色 具体谁能参加灯台演出 估计只有播出的时候才能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今年的相声春晚郭德纲老师将会亲自演出 并且有三到四个节目 不知道会不会跟师娘一起来一段精彩演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